不行這樣 我可以知道 轟龍巨響從柏油路面傳來 巨大銀色原住物體 緩慢移動中 乍看之下底下運送機具 好似自動駕駛 得要仔細看才發現 駕駛在左下角 與一般的駕駛座位置 不太一樣 銀色管子到底是什麼 也引發討論 運火箭啊 超大的啊 很驚喜啊 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沒有 我沒有看過這種車子 就是長一條長長的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沒看過啊 影片被剖聲網 不少人留言太酷了 太空突擊隊彈道飛彈等 運送地點位在 雲林六勤工業區 實際上這可能是 提煉使用過程中的蒸溜塔 不過運送這種巨型物品 通常都是在晚間 或者是人車稀少的時段 因為起重機具上路可不容易 必須要申請臨時通行證 業者最好也要派專人 協助進行交管 招載整體物品 有操作 操長 操寬 超高 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 依據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舉行機具運送就已經是非常艱難的任務 但如果申請了臨時通行證 沒有隨身攜帶 為規定路線時間行駛 也會被罰新台幣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罰還 才請我站在線運之間 台中運動